你好 欢迎收看3月25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荣获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 披兹堡国际发明展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等国际大奖的 菲律宾籍发明家蔡生伦 受邀到花联县政府分享宝贵的环保设计理念 县长徐正蔚协同一级主管 听取慈激团队在环保领域所做的创举 判慈激与全民运中协助县府 以更友善大地的方式 办理地方年度的盛会 超过2016时大结束青年拆生轮研发长 慈激简报慈激研发的各项防灾用品 医疗用活动式负押隔离舱 环保建材 连锁砖 重复使用环保餐具等等 县府团队向慈激请议如何将环保理念 应用在全民运 绿建材 垃圾减量等层面 慈激云落今年是慈激环保30周年 慈激身为地方的议员 将会全力宪服办理全民运 并且将环保再生器材 推到各个乡镇的校园 现在学生表示 感谢慈激40年来对地球的保护 尤其慈激在0206大地震的时候 第一时间进驻收容中心援助 提供福惠床协助民众慈激贡献全球有目共睹 邀请慈激研发长蔡森伦 希望将今年的全民运以及未来推行的环保政策 对建材等等能与慈激合作共同努力 他也肯定慈激环保自贡努力 并且研发各式环保制品 包含的福惠床、食品 每天产品都令人印象深刻 陈传来表示 台湾每年消耗超过81个子容器 每人平均每月用掉29个民众志工 情节对回收做环保可能会变成一场空 不管是源头有没有分类 7成以上最后都进入防化炉 和一般垃圾一起烧毁 而持续提出的双循环零垃圾 在2019年联合环境大会受到重视 期盼能够解决长久以来的垃圾难题 记得终于黄色报道